Ready 超越国际水准的视觉震撼 而为了拓展中南部玩家武侠市场 还找来目前戏剧一哥 王世贤代言人 化身帅气的剑侠 与美艳的潘慧如 一同诠释英雄救美的凄美故事 游戏局子表示 玄武豪侠传可说是国内游戏产业重要的合作案 两家国内股票上市公司共同攜手 除了共同经营玄武豪侠传 以及开发后续资料片之外 未来还不排除两家公司合作新游戏 玄武豪侠传首播先在台湾地区免费营运 游戏商城5月4日正式开放 当然玄武豪侠传已经拟定禁军海外的计划 今年底之前将会在中国大陆 日本市场推出 相信又将是另一个台湾游戏之光哦 游戏性干线表示 由剑侠情缘原班人马 琴力打造的2.5D线上游戏 剑侠世界online 是中国金山软件成立20周年的超级大作 不仅在音效、美术、丰富度 都堪称为武侠游戏中最高标准 游戏中多达全新12大门派 5大区域 100多张地图 500多种武侠招式等等 都能让玩家感受全新武侠大作的震撼威力 另外针对玩家福利制度上 也做了最完善的规划 游戏中将采用4种壁纸建造经济规模 加上拍卖、双向摆摊交易等等 14项最完善的游戏系统 也使得玩家在游戏时更加得心应手 游戏新干线超Q版线上游戏 梦幻龙族online 4月26日将领先全球 率先在台首发改版资料片 实力把销三转 开放八大三转职业 全新的神秘地图大迷宫 和黑暗势力的最终魔王巴黎斯即将现身 让玩家彻底感受全新改版的恐怖魅力 游戏新干线也准备大规模改版活动 包含老手回娘家活动 5月7日前 皆可用不同金额红利兑换商城物品 新手成长箱 可获得丰富的虚拟道具 即日起至5月11日止 玩家只要上官网观看独家曝光影片 并回答出正确的三转职业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超人气黄金盔甲套装喔 欢乐派表示他们代理韩国可爱童话风线上游戏 Iris Online举办中文命名征选活动 经过两星期超过4000名玩家票选后 游戏命名结果出炉 繁体中文名将正式定为童光Online 提出童光繁体中文版名称的玩家 将获得1000点游戏点数 至于参与投票的玩家中 将抽出100名玩家 可获得150点的游戏点数 而童光Online预计于今年第二季 进行媒体及封闭测试 第三季在台湾、港澳、西马地区正式推出 敬请玩家期待喔 喜欢日式机器人卡通的玩家 相信对这款PS3独占大作 一世纪机器人大战R 一定会感到兴奋吧 这款网罗了包含机动战士钢弹 超时空要塞 惊爆危机 反叛的鲁路修R2 创圣之雅克艾里翁 超越者等多款知名卡通于一生的 最新机器人战斗游戏 能让玩家驾驶各种超炫的机器人 在广阔的游戏世界进行对战 而且发挥PS3硬体优势 所描绘的高解析游戏画面 搭配震撼人心的视觉爆炸效果 实在让人大呼过瘾 而游戏也请来日本视觉系摇滚团体 SC Black Cherry 为游戏演唱主题曲 Rebirth 更替这款游戏加分喔 CAPCOM 公司备受期待的格斗超大作 超级快打旋风4 终于在4月29日与玩家见面 多达35位登场人物 带给玩家最爽快的超热血对战乐趣 而游戏也即将推出 CAPCOM 也公布了游戏发售前的 最后一个预告影片 全部35位人物登场 咱们话不多说 就来看看这个超热血的预告片 魔拳擦掌等待游戏的发售吧